你见过会喷毒液的鲨鱼吗 只要被它的毒液喷到 你就会瞬间变成丧尸 听它的指挥 疯狂攻击人类 这天两名渔夫正在海边捕鱼 可奇怪的是 今天的前海里连一条鱼都没有 就在两人想去更深的海域试试时 一条头顶喷着绿色毒液的鲨鱼突然闪现 男人的双眼瞬间被毒液灼伤 看到同伴被吃 男人转身想跑 此时不远处的海滩上 游客们正在尽情地玩耍 完全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 这时海里传来一个妹子的尖叫 两名男游客急忙把她抬上了案 妹子的大腿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滑开了一道口子 鲜血直流 众人将她送到了医务室 医生检查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伤口处竟有烧伤的痕迹 海里被烧伤 这也太扯了吧 虽然无法解释 医生还是给妹子进行了常规处理 可没过多久 独自留在医务室的妹子 就感到了不适 她拖着伤腿艰难地走出了医务室 众人健壮急忙把妹子带回了医务室 而此时妹子的状况越发严重 不仅出现了烦躁不安的症状 还开始有了暴力倾向 时不时地想要攻击他人 医生怀疑妹子腿上的伤 会不会是毒水母造成的 因为毒水母的神经毒素 会让人产生幻觉 为了求证 医生带着两人来到了出世海滩 不料却在沙滩上看到了断枝 以及带血的瑜伽垫 原来就在刚刚 一群瑜伽爱好者在运动结束后 下海游泳时遭到了毒沙的团灭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三人 急忙回去报告了岛主 岛主赶紧带人来到海滩 催促游客上岸 可此时的游客 正在海里玩着拔河 任凭几人如何呼喊 他们却不以为然 就在这时 一群游客正在海里拔河 突然一只毒沙跳出海面 他二话不说 对着游客就是一顿喷 游客们吓得四数逃窜 虽然最后有几人侥幸逃生 但他们都被毒液感染了 纷纷出现了和之前 那个妹子一样的症状 此时的众人都开始慌了 纷纷想要离开这个孤岛 但这里通讯设备没有信号 只能坐船出去求援 于是 岛主带着几个尚未感染的游客 准备登上小船 可是医生却执意要带上 最先被感染的那个妹子 因为妹子看起来很严重 快不行了 没曾想在台妹子上船时 妹子却突然苏醒过来 咬了医生一口 随后 妹子转而又攻击起了金发哥 不过被身强力壮的金发哥 推到了海里 突然 毒沙再次闪现 一口吞掉了妹子 众人健壮 吓得急忙爬上了岸 而已经上了船的岛主 却抛下众人 带着另一个妹子开船跑了 不过这样自私的人 自然不会有好下场 只见毒沙追上小船 一口便吞掉了岛主 随即小船爆炸 幸好妹子及时跳船 才捡回了条命 船没了 大家只能另想他法 这时 负责岛上安保的金发哥 突然响起 岛上还有一艘破船 休整休整 应该还能用 于是金发哥 带着医生等人 来到了破船这里 检查了一下 发现引擎没问题 只是船身破了个洞 把洞补上 应该就能用了 可就在金发哥 专心补漏时 医生却发生了变异 医生两眼突然泛红 转身就把黑发妹 丢下了船 金发哥健壮急忙 给了他一下 医生随即将金发哥 扑倒张口就咬 危急关头 黑发妹一棍 敲晕了医生 为了防止变异的医生 再次捣乱 金发哥和黑发妹 只好将他绑起来 送回岛上 让其他人负责看管 做完这一切 金发哥便带上小黑 继续去修船 可船刚刚修好 毒沙又来了 在毒沙的猛烈撞击下 小黑不慎落水 最后在金发哥的帮助下 小黑虽然获救 但是小腿还是被毒沙咬伤了 两人开船捕过毒沙的追击后 便赶回岛上 准备接应其他人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 除了金发妹和黑发妹 岛上的其他人 全都变成了丧尸 两个妹子 正被群尸追得满小岛的跑 不过在最后关头 金发哥和小黑 还是顺利接上了两个妹子 就这样 四人坐着快艇 朝着陆地驶去 可半道上却遭到了毒沙的攻击 毒液直接捕食了引擎 再这样下去 大家都会玩玩 这时 金发妹看到了海底的沉船 她猜测 沉船里应该会有遗留的信号枪 也许信号枪能够对付毒沙 于是 金发妹和金发哥便潜入海底寻找 不料真的被两人找到了 此时船上的小黑 也开始变异 她掐住黑发妹的脖子 就要开咬 情急之下 黑发妹拿起船桨 直接把她拍进了海里 而落水的小黑 刚好转移了毒沙的注意力 让金发哥和金发姐 顺利爬回了船 金发哥刚装好信号弹 毒沙就朝着快艇冲了过来 金发哥急忙瞄准开枪射击 很可惜 这一枪打偏了 被惹怒的毒沙 直接一跃而起 把快艇砸了个稀碎 三人全部落入水中 而此时的毒沙 也意外地卡在了快艇的残骸上面 金发姐瞅准机会 把最后一发信号弹 射入了毒沙的嘴里 毒沙瞬间爆炸领了河饭 而三人也抱着快艇的残骸 游到了陆地 可就在金发姐和金发哥 想要喘口气时 一旁的黑发妹 竟然也开始变异 原来她也被小黑感染了 而电影也在两人惊恐的眼神中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诫大家 一定要爱护环境 否则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最终还是会还给人类 屏幕前的你赞同吗